大家好,欢迎收看我的节目 这一期呢,我们就来继续为大家讲解有关人臣鼎有窝乱 AKA纹路清长之一的内容 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是花了三季左右的篇幅 来为大家分别简单的概括了一下有关日朝两国海战方面的内容 有关朝警方重要的海军将领李顺承 他大概的人生经历,以及日朝两国海军军舰的特点 战斗力,还有各自武装的配置对比呢 我们也都给大家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 从这一期开始呢,我们就正式进入具体的海战环节 这一次我们要讲解的内容就是李顺承在人城窝乱当中的第一次军事行动 也就是历史上的玉谱、河谱、赤城谱海战 在这一期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小小的推广 这一期我们要推广的对象是一家来自于台湾的游戏制作团队 名字叫做Network Go 目前呢,他们在Steam上有推出一款新的游戏,名字叫做海牙世界 这一次我是非常有幸被对方提供了发售前的十万命额 跟以往的沙克类型的游戏不太一样 海牙世界不仅拥有所有沙克游戏的重要元素 像是挖矿、收集资源、创造新道具、还有进行地图探险等等 除了这些东西以外呢,他们还融入了很多RPG游戏的要素 像是导入了玩家等级、职业、还有技能这些类似的设定 这一款游戏给我的第一印象,怎么说呢 感觉像是我小时候很喜欢玩的风之谷 然后和我大学的时候很沉迷的沙克游戏Terraria 两者进行融合以后诞生的新产物 按照游戏的设定,玩家自身是一名冒险者 然后需要不断探索这一片大陆 并且运用游戏里的资源来不断地武装自己 在游戏当中,玩家能够自由地自定角色 收集道具、建立据点、捧住食物 然后打造附魔武器等等 游戏里除了普通的怪物以外 玩家在探险的途中还有机会能够发现特殊的副本 副本里的BOSS也是各种各样 我在试玩的过程中,由于我的等级太低 目前还没有能够接触到有关副本的内容 但是我看官方的PV 感觉这些BOSS级的怪物都非常具有挑战性 海鸦世界将在9月1号开放抢线体验 最多支持4个玩家同时游玩 在抢线体验的版本当中 他们目前是推出了3种职业 分别是近战职业、剑盾式 可以释放多种魔法的元素石 还有主打远程攻击的游侠 根据开发团队的描述 他们会在未来的版本当中陆续推出其他的职业 如果有对这款游戏感兴趣的朋友 你们可以去看一看他们的Steam主页 目前在我手上有三个海鸦世界的游戏兑换码 如果有想要体验这款游戏的朋友们 你们可以在我这一期节目下进行留言 我会随机选出三个观众 然后在9月1号的时候把兑换码发送给你们 好了,短暂的推广就先到这里 现在就让我们进入这一期的主题 接着我们之前的故事 于1592年5月5日 群落到左随时李顺城 联合群落到右随时李一齐 共同带领朝鲜水军战舰大概80余艘 开始向当时已经被日军完全控制的 青上岛海域展开进军 于一天后的5月6日凌晨 李顺城和李一齐抵达了位于青上岛的聚集岛西部海域 距离来说是现在韩国的统营市一带 按照先前原定的计划 他们是打算和青上岛海军的残余战力援军等人 在当地进行会合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 在李顺城和李一齐抵达聚集岛海域以后 原本应该在当地进行接应的援军等人 却没有暗示出现在会合地点 为了探明援军的人身安全 并且及时掌握援军手上所得知的 有关日本水军的情报 李顺城在后来是派出了十几只侦察用的小船 沿着聚集岛的北岸开始搜寻援军的下落 在过了大概六个小时以后 李顺城的侦察队是突然返回了营地 当李顺城问起他们是否打听到了援军的消息 侦察队的队员们是连连摇头 虽然他们没有找到援军的下落 但是他们却报告说 在搜寻援军的半路上 他们是误打误撞 发现了日军停高在聚集岛周边的舰队 朝鲜侦察队所发现的日军部队 在当时是由日本海军将领腾堂高虎所带领 根据记载 腾堂高虎的水军当时是部署在聚集岛的东北沿岸 但当军所停靠的这一片海域 名字是叫做玉浦 日军的船只数量大概是有30多艘 在当时日本海军将领主要是有4个人物 除了腾堂高虎以外 剩下的三个分别是酒鬼加龙 加藤加鸣 还有鞋板安置 腾堂高虎的海军在战争前期 主要是以物资运输为主 在1592年5月初的这个时间点上 日本陆军的主力部队 基本上是已经全部都完成了登陆 当时由腾堂高虎所负责运输的第一批作战物资 也已经运送完毕 为了确保其他后续的物资部队顺利抵达腐山 当时已经完成任务的腾堂高虎 是接到了酒鬼加龙的命令 部署在聚集岛的东岸 以警惕朝鲜全流到水军的动向 防止他们突然闯入沁上岛海域 对日军的后续运输造成干扰 朝鲜水军在战争初期的表现是极为无能 另一方面 朝鲜陆军在日军面前也同样不堪一击 在这种海陆双方都呈现出一面岛的状况 持续了整整一个月以后 部署在聚集岛负责警惕的腾堂军 是已经表现出了一种非常松懈 对朝鲜军感到无所谓的态度 腾堂高虎在日军将领当中 也算是一个身经百战的指挥官 按道理来说 这种等级的人物是不会轻易的就产生轻敌的心态 尽管腾堂高虎他自己是从一届小兵开始做起 一连在战国战场上是莫怕滚打了几十年 见识过各种各样的战争场面 但是呢 他却从来都没有见过像朝鲜水军这样 在连战斗还没有开始打之前 就先把自己的舰队给烧了个金光的 现如今 日军不费一兵一卒 就将朝鲜亲上当的水军完全歼灭 此外 日本陆军的进展一路上也都势入破终 朝鲜陆军每次跟日军交战 也都是被打得落花流水 如果朝鲜军的战力都是这一种水平 那剩余的朝鲜水军根本不足为惧 腾堂高虎在当时虽然还不能断言 全落到的朝鲜军一定不会采取行动 但是通过这一段时间 对朝鲜军的表现还有他们整体军事斯网的观察 全落到水军会有勇气穿过聚集岛 主动向日军展开攻击的可能性是非常的低 与其日夜疲惫紧绷神经 还不如放开当下 让自己的士兵在异国土地上尽情地玩个痛快 就是抱着这一种心态 腾堂高虎最后是取消了警戒 放纵军纪 让手下的士兵们在聚集岛上烧杀强烈 为所欲为 而作为结果 整个聚集岛东部沿岸的朝鲜村落 几乎是全部都遭到了日军的蹂躏 当时聚集岛的场面只能用无言仗旗来形容 于李顺城的朝鲜军方面 在获知了日军的大概位置和战力以后 李顺城决定不等待和援军会合 直接前往目的地对日军舰队展开袭击 但是就在李顺城等人打算出发的时候 援军和他手下的残兵败将们 这个时候才稀里糊涂地出现在了会合地点 希望他们给出的关于迟到的理由 竟然是他们在半路上迷路了 在援军到来以后 至于他为什么迟到 李顺城没有进行深究 为了进一步确定日军的状况 李顺城和李一齐是急忙要求援军 共享有关敌方的情报 但是出乎李顺城等人的意料 在共享信息的时候 面对询问 援军却表现的是一问三不止 此前一直都躲藏在聚集岛的援军 他所掌握的有关敌人的消息 甚至还没有李顺城在六个小时内 获得的情报量要多 在意识到和援军互换情报 完全是在浪费时间以后 李顺城市放弃了讨论 然后立刻带领士兵沿着聚集岛的北岸 向日军所在的玉浦方向前进 于5月6日的正午 李顺城市派起了先锋队 大约20余艘战舰 提前抵达了玉浦附近 根据记载 朝鲜军当时的隐蔽做得非常成功 在先锋队发现了日军的所在地以后 他们没有立刻发起攻击 在他们仔细地观察了日军 在岸边的行动和状态以后 他们是把相关的情报 立刻传送给了还在后方的主力 根据李顺城的描述 当时停靠在玉浦附近的日军船只 基本上全都是大型战舰安宅船 他们停靠的样子是毫无章法 在岸边 上岸的日军是乱七八糟的 搭起了各种帐篷和帷幕 在帐篷营地的周边 是又立起了无以技术的竹杆和军旗 军旗的样子 朝鲜方式根本看不明白 其中的颜色有红有白 样式有长有方 而且上面画着各种各样 他们从来都没有见过的奇怪图案 随海风一吹 日军的旗帜在风中乱舞 只晃得朝鲜军觉得眼睛难受 在当时的情况下 除了滞留在岸边 和一小部分还待在船上的日军以外 腾当军的大部分人员 几乎全都深入了岛屿内部 对内地的村落展开了细节 日军在岸边的防御是非常的薄弱 虽然说在玉浦边 又停高着30多艘战舰 但是日军船只 在当时基本上都是空船 这些顶多只是个摆设 在李顺城主力和先锋队完成了会合以后 朝鲜军是立刻召开了战前会议 商讨到底何时对岸边的日军发起攻击 虽然李顺城和李一齐 他们不是第一次上战场 但是他们手下的士兵们 大多都是没有经历过出阵的新病 经验稍微丰富一点的 也就顶多只是参与过一两次 驱赶沿边海盗的程度 面对自从开战以来 就一直连战连胜 所向披靡的日军 当时出于连续败北的朝鲜军 由于对未知的战斗充满着畏惧 他们在心里是感到极度的紧张和不安 在作战战事开始之前 李顺城手下的士兵们 是还纷纷都开始写起了遗述 于当天正午过后不久 在察觉到岸边的日军 开始升起做饭的吃烟以后 李顺城认为这是一个进攻的大好机会 于是他下令让朝鲜战舰 向当时毫无防备的藤荡军 发起了攻击 在发现朝鲜军的战舰 犹如乌云一般黑压压地出现在了玉浦海域以后 当时战力稀疏的藤荡军 是瞬间陷入了惊慌失措的状态 岸边那些离自己的船只比较近的士兵 是立刻上船滑翔 准备逃离现场 而一些离船只比较远的 还来不及上船的日军 则是调转方向 纷纷朝着聚集岛内部的深山里逃亡 根据记载 李顺城的第一波攻击 是让士兵用弓箭向日军不断地射出火石 日军在玉浦岸边搭了帐篷和营地 也一样都受到了波及 一瞬之间 玉浦海岸是整个陷入火海 场面是一片狼藉 在朝鲜军的火箭攻势停止以后 李顺城又让朝鲜舰队 对侥幸逃出火石的日方船只展开了撞击 日军当时大约有32艘战船 在李顺城的袭击下 日军损失了整整26艘战舰 其中被朝鲜军用火箭完全焚毁了有12艘 被朝鲜军直接撞枕了有14艘 逃脱朝鲜军攻击的日方船只仅仅只有6艘 李顺城等人的攻击只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左右 在这场战斗中朝鲜军的损失几乎为零 在日军战力完全崩溃以后 朝鲜军指挥官李一齐是打算趁身追击 让士兵靠近玉浦 然后上岸对逃亡岛上深山的日军展开围剿 但是这个想法很快就被李顺城制止 李顺城提出反对的原因 是因为聚集岛的山林地貌非常的险峻 如果贸然进行追击的话 很有可能会被山里的沃人反降一军 除此之外 如果分出大量人手上岸的话 那么船上的战力就会出现短缺 聚集岛虽然本为朝鲜领土 但是现如今 其周边的青上岛海域全部都在沃人的控制之下 如果在朝鲜军上岸行动的途中 遭到了来自于其他日本海军的攻击 那么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面对李顺城的反对 李一齐觉得不无其道理 于是朝鲜军在最后是放弃了进入深山追击的计划 在战斗结束以后 朝鲜军花了大概半天左右的时间来沿着玉浦海岸 去收集日军残存的战利品 在这些战利品当中 朝鲜军是回收了一部分 在聚集岛上被日军抢夺的牛马 绸缎 粮食 酒酿等等 除此之外 朝鲜军也在沉没了日军船只里 收获了数量可观的日军铁炮 刀剑 还有甲咒等 这一场玉浦海战 是自从朝鲜被日军侵略以来 第一次获得的全面胜利 在这一场玉浦海战大获全身以后 满载战利品的朝鲜军 开始朝着玉浦的北面 按照来时的原路进行撤退 根据记载 于第二天的5月7日 李春成的侦察队在返回途中 是发现了昨天从玉浦成功脱逃的 几艘日军战船 他们藏身的位置 是在距离玉浦西北方向 大约30公里左右的河浦海湾一带 在得知了这个情报以后 李春成决定对这几个漏网之鱼展开剿灭 于5月7日下午3点到5点前后 李春成舰队包围了日本逃兵所在的河浦湾 在发现自己被朝鲜军包围以后 这几艘船上的日本逃兵们是大惊失色 在经过了昨天的噩梦 原本以为自己已经成功地逃脱了枯海 没想到对方竟然不依不舍地追了上来 恐慌的日军惨兵们是立刻放弃了自己的战船 然后开始往内陆展开逃窜 在没有遭遇任何反抗的情况下 朝鲜军最后是轻松地将这几艘落网的日军船只给击沉 而这一场小型歼灭战 也就是所谓的河浦之战 在玉浦、河浦连续取得胜利以后 李春成决定让舰队前往返回中途的 位于聚集到西北方的一个洋海小城 顾城一带进行短暂的休息 于5月8日清晨 原本打算入港停靠的李春成一星人 却发现了顾城岸边的赤城浦一带 是飘起了燃烧的浓烟 由于李春成和李一齐等人 在当初从全楼道赶往聚集到 跟援军等人进行会合的过程中 他们也曾经在中途路过赤城浦 当初他们虽然没有靠岸 但是通过观察 赤城浦在那个时候 是完全没有被日军占领的迹象 可如今顾城附近突然冒起浓烟 李春成等人对此是感到十分的疑惑 于是他再次派遣侦察兵 悄悄地前往赤城浦一带调查情况 通过侦察兵的报告 李春成得知了在赤城浦一带 飘起的浓烟终究是由日军所造成 根据描述 在赤城浦周边 当时是停靠了大约13艘日军战舰 陆地上有大约数百人的日军士兵 正在对顾城小镇进行细节 在得知了这个情况以后 为了解救眼前顾城的危机 李春成决定再次出动 对当地的日军展开气息 根据记载 于5月8日当天清晨 李春成带领全军80余艘战舰 一口气直接驶向了顾城赤城浦 由于朝鲜舰队是从聚集岛方向驶来 当时在岸上正忙着洗剑民家的日军 一开始还以为是自己的舰队 结果定睛一看 他们发现船只上挂的旗帜 竟然是朝鲜军旗 大事一经年的日军 是立刻放弃了手上的截掠 然后马上向北向内陆逃窜 作为结果 李春成舰队是又一次不战而胜 最后日方的13艘战舰 全部都被朝鲜军击成 在完全驱逐了赤城浦的日军以后 李春成和他手下的将士们一同上岸 然后对遭遇洗劫的顾城民众进行了安抚 根据顾城百姓的描述 这一批日军是在5月7日突然来到赤城浦 他们来的方向是聚集岛一带 这一小股日军 他们所挂的军旗和玉浦的主力一模一样 同样也是属于腾挡高虎的部队 早在玉浦海战爆发之前 这一小只腾挡海军 是就已经离开了聚集岛 擅自寻找周边适合下手抢劫的目标 因此离聚集岛很近的顾城一带 则不幸沦为了他们的猎物 这一小只日军舰队 是完全不知道当时李春成的海军 就在附近活动 更不要说前一天玉浦海战的情况 他们对于5月6号所发生的战役 是毫不知情 在来到赤真浦以后 一部分日军留在了船上 另一部分日军则闯入了顾城烧杀抢掠 小镇里值钱的东西被洗劫一空 如果不是李春成的海军及时赶到 估计整个顾城是已经被日军徒略殆尽了 在赤真浦的日军被赶走以后 他们所抢夺的物资 基本上是全数被朝鲜军夺回 在把物资返回给顾城百姓以后 李春成等人决定在当地进行过夜 根据记载 为了庆祝朝鲜海军在玉浦、河浦 还有赤真浦连续获得胜利 李春成是让士兵们举办了一场小型的轻功宴 在宴会上 朝鲜将士们是杀牛做菜 饮酒做乐 牵住自己胜利的歌声和欢呼声是一直持续到了天命 在玉浦海战中 李春成舰队击沉日军战舰26艘 在河浦海战中击沉日军战舰5艘 在赤真浦海战中击沉日军战舰13艘 河济总共击沉日军战舰44艘 相比之下 朝鲜战舰损失数量为零 人员损失数量轻微到可以忽略不计 在朝鲜海军与聚集岛完败腾堂高虎的情报 传到日军与釜山的海军总部以后 李春成的存在开始被日军所得知 在玉浦河浦赤真浦海战以后 李春成舰队又在后来的5月29日 于四川海战中击沉日本运输船12艘 又于6月2日的唐浦海战中 李春成再次击沉日军战舰约20艘 在经过这一连串的战役以后 为了遏制住不断在沁上岛进行骚扰的朝鲜水军 日军决定主动出击 打算将李春成这一支部队完全驱逐 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 我们将会给大家讲解 有关日常海战中非常重要的 第一次大规模战役 咸山岛海战的内容 由于咸山岛海战会涉及到的东西 可能会比较多 所以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接下来的内容大概会分成两集左右 也希望大家敬请期待 好了 有关这一期的故事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如果各位认为我的内容讲得还不错 那就请大家帮我按赞和分享 如果有喜欢战国历史 或者亚洲历史的朋友们 也请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跟做着我本人相关的脸书 IG还有推特链接呢 我都已经放在了下方的简介来 如果有些兴趣跟随的朋友 也非常欢迎 好了 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